这个欧美国家今年整个疫情好转开始陆续的解封 可是亚洲国家的疫情全面恶化 包含了印度尼泊尔的处境都是人间炼狱 可是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乃至越南 疫情也都开始全面的失控跟恶化 然后同一时间今年还有一个重大的变数 美国经济担心的是通膨 而其中一个通膨的压力来自原物料 上个礼拜五北京出手拿这个追杀的是铁矿砂的报价 所以我请教韦杰 北京这个出手使得铁矿砂的价格立刻重挫 也使得全球钢铁股包含今天中红都还跌停 没有错 我想其实在这个中国大陆在针对原物料的一个管控 其实力道会越来越大 包含像是我们看到在上个礼拜 唐山市的这些钢器全部都遭到北京政府当局的约谈 那么让整个铁矿砂的价格是重挫了11个百分点 那我们看从铁矿石的这个价格 从高点以来已经回跌了15个百分点 那包含像是罗文钢 就是钢筋的价格也跌了10个百分点 所以其实他们在整个调查的过程当中 特别提到禁止你去做这个所谓的市场上的这个价格的哄抬 还有另外就是恶意的囤货 那如果你一旦有抓到就是重罚 所以其实在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控管之下呢 是有政策宣示打压的一个意味存在 那包含像是这一次公布出来的这个中国大陆的PPI的状况 其实是创下三年以来最大的一个涨幅 那么让整个厂商的毛利率有出现了一个压缩的状况 那么会影响到中国今年的一个经济成长 所以会出现大量的一个介入管控的一个状况 那再来我们看到在美国钢铁的部分 美国钢铁其实就目前看起来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拐点 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中国的这个大宗商品的一个 这个警告的一个状况 那从美国钢铁的一个股价表现来说 也出现了弯头往下的一个表现 所以就目前看起来这也不是 也不是说美国钢铁或者是中国钢铁 包含像是台湾的钢铁类股 也都出现了一些影响 那么过去呢其实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需求当中 其实一直以来从2000年之后 一直以来都是推升全球原物料的一个重要的推手 包含像是铜或者是铁矿砂 甚至在这个钢铁的需求都是如此 那我们回顾在过去的这个状况当中 已经看到2002年的那波超级大周期 是因为中国大陆的需求 但就目前看起来中国大陆的需求到目前为止 已经在去年的第四季已经开始减缓 那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为什么要去打压 这个价格的这个影响 那么户铜的一个报价业已经跌了六个百分点 所以最主要代表经济复苏的一个铜跟铁矿砂的价格 已经出现明显的一个回落 那再来我们看到就是在5月13号的时候 因为这个政策的一个影响 造成整个伦敦的基本金属的报价 是出现了全面性的一个下跌 不像是铜铝千辛涅锡 全部都出现了大概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一个回档修正 另外我们看到下面这张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重点 就是四月份的中国新增人民币的信贷是低于预期 然后再加上社会融资也出现大减 那么这个社会融资的大减 其实预告着未来市场上的一个变化 根据统计 其实社会融资的一个减幅 从去年的九月份建高以来 它有一些领先的一个效果 包含现在六个月之后股市会建高点 四个月之后呢 信用再次会建到高点 八个月之后商品市场会建高点 我们看现在目前的商品市场 刚好是在五月份 就是去年九月以来的第八个月 就建到高点拉回 那么十个月之后会看到 全球股市的一个高点 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全球股市下半年会比较危险 那么中钢呢 其实在今天的这个表现上面 是出现了跌停板的一个状况 大成钢也出现了重挫 那么当然在整个原物料的一个爆价 下跌的过程当中 货柜航运也受到一些相关的影响 那么当然这个是有一些 在停损的卖压的部分 不过就目前看起来 在国内的传统产业 航运类股跟钢铁产业当中 是出现了蛮大的一个压力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阿里巴巴 在第一季度的部分 是亏损了54亿的人民币 那当然在第一季的部分 是有加入反垄断的罚款 182亿人民币 那如果扣除掉这个罚款的话 其实它的利润是增加了18% 它的营收也增加64% 所以全部都是受到 这个反垄断罚款的影响 再我们看到在这个 中国大陆网期的部分 在被中国大陆约谈完了之后 现在目前中国大陆要集中的是在 滴滴出行满邦 跟其他的一些交通运输业者 因为他们认为这几个业者 其实也都出现了 垄断的一个行为 包含像是这个 这个随意的调整价格 或者是垄断货运的讯息等等 其实都要出现一些调整 那再来就是我们看到 在特斯拉的部分 是停止扩建上海厂 放弃中国自车出口的一个计划了 所以其实后续它的考虑重点在于 美中的贸易战会出现 关系加剧的一个状况 美国会加征所谓的关税 中国市场出现某些危机 再来我们看到 美国的一些相关的状况 科技股的部分 亚马逊的贝佐斯 在这个股票市场上涨的过程当中 减码了自己手中的持股 67亿美元 Google的创办也减码了 大概将近快2亿美元 Zoom的部分也减码了 17亿的美元 所以其实从过去这两年之来 美国股市在走大多头的行情当中 很多的企业内部人 都在趁机减码股票 所以最近5月份以来 这些高科技类股 就是飞盘急跌的一个走势 在我们看到 在索罗斯的一个量子基金 出现了一些抄底的状况 抄底的标的就在RSEGOS 上次这个BOHANG的 基金爆仓的股票当中 包含像是这个VRCOM CBS 然后再来就是微品会 另外就是腾讯音乐 我们下期待